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石头帮助南方法兰大学以36比31战胜莱斯大学 LSU四分为杰登 丹尼尔斯在遭受重击后离开阿拉巴马比赛 卡尔特人队对阵篮网队的比赛要点 杰森、塔图姆创造历史 卡尔特人队保持不败 克莱门特的奔跑和传球 帮助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在坎登 希克勒的首秀中以38比24击败迈克尼斯大学 米尔罗跑步和传球 帮助第八名阿拉巴马队以42比28战胜第13名LSU队 但丹尼尔斯因伤离场 请大家收看 石头帮助南方法兰大学以36比31战胜莱斯大学 美联社 周六晚上 南方卫理工会大学以36比31击败莱斯大学的大学橄榄球比赛 普雷斯顿 斯通投掷了两次触地得分并奔跑得分 带领南方卫理工会大学获得胜利 莱斯大学早早取得7-0的领先 但南方卫理工会大学通过一次触地传球和一次触地奔跑回应 以14比7领先 比赛在半场时打成平手 但南方卫理工会大学通过一次触地奔跑和一次射门得分拉开了差距 莱斯大学在第四节得分将比分追至5分差距 但南方卫理工会大学通过一次晚期射门确保了胜利 普雷斯顿 斯通完成了28次传球中的15次 总共获得224码 并且还冲刺了81码 LSU四分位捷登 丹尼尔斯在遭受重击后离开阿拉巴马比赛 美联社 LSU四分位捷登 丹尼尔斯在与阿拉巴马的比赛中受伤 丹尼尔斯被阿拉巴马的线尾达拉斯 特纳撞击 这引起了对被袭击者的粗暴标志 在离开场地并重新进入比赛后 丹尼尔斯叫了一个暂停并回到了场边 CBS报道称 丹尼尔斯正在接受脑震荡协议 他的母亲下到医疗帐篷去看望他 加勒特 纳斯迈尔在丹尔斯接受医疗照顾时代替他参加比赛 在受伤之前 丹尼尔斯在全国总进攻中领先 平均每场比赛387码 他完成了24次传球中的15次 获得219码和两次处地得分 但也有一次被抄截 他还在11次持球中跑了163码 并得分一次 凯尔特人队对阵篮网队的比赛要点 杰森 塔图姆创造历史 凯尔特人队保持不败 雅虎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 以124比114击败布鲁克林篮网队 取得五连胜 成为NBA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 杰森 塔图姆以32分的表现领跑全队 成为NBA历史上第十年轻的球员 也是凯尔特人队历史上最年轻的球员 达到了1万分的里程碑 本赛季 凯尔特人队首发球员 场均得分99.8分 是联盟最高的数据 卢克 科内特替补出场 贡献了11分 命中率五投五中 并抢下七个篮板 卡尔特人队将在接下来的客场之旅中 迎战明尼苏达森琳琅队 克莱门特的奔跑和传球 帮助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在坎登 希克勒的首秀中以 38比24击败麦克尼斯大学 美联社 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在南地联盟比赛中以 38比24击败麦克尼斯大学 扎卡里 克莱门特传出两次触地得分并冲刺114码 带领狮子队获得胜利 罗迪奥 格雷厄姆二世贡献了三次冲刺触地得分 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在连续七场失利后 现在已经连胜两场 麦克尼斯大学的真正新生四分位 坎登 希克勒完成了19次传球中的9次 获得130码和一个触地得分 米尔罗跑步和传球 帮助第八名阿拉巴马队以42比28战胜第13名LSU队 但丹尼尔斯因伤离场 美联社 贾伦 米尔罗以155码冲刺并取得4个Touchdown 另外又传出219码 带领第八号阿拉巴马队 在周六晚上以42比28战胜第13号LSU队 米尔罗与老虎队的海斯曼奖候选人 杰登丹尼尔斯一起展现出了跑和传的大招 而红潮队 8-1 6-0东南联盟 第八名学院足球季后赛 则更接近锁定东南联盟西区冠军 阿拉巴马队也凭借连续第七场胜利 继续在季后赛争夺中崛起 蓝 拉里森跑了136码 三次达阵 带领加州戴维斯大学以37-23 击败波特兰州立大学 美联社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在一场大天空联盟橄榄球比赛中以 37-23击败波特兰州立大学 蓝 拉里森以136码 冲刺码和三次触地 得分领导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其中包括一次14码冲刺码触地得分 将阿基斯的领先优势扩大到31-20 迈尔斯 黑斯廷斯传球246码并完成一次触地得分 与塞缪尔 加图小将完成一次5码传球触地得分 但丹特 查切尔为波特兰州立大学传球219码并完成一次触地得分 尽管可能会受到NCAA偷看标志调查的干扰 但排名第二的密歇根大学以41-13击败普都大学 美联社 周六晚上 第二名密歇根大学以41-13击败普都大学得益于布莱克 克伦的三次触地得分和塞马级 摩根的44码冲刺 狼欢队现已创下学校记录的21连胜大师联赛比赛和24连胜常规赛 密歇根大学的四分位J.J.麦卡锡表示 球队并未受到目前正在被NCAA调查的偷看信号丑闻的影响 普都大学已经连续四场比赛失利 不太可能有资格参加晚赛 帕维亚和迪亚瓦苏带领新墨西哥州大学取得第五连胜 以13比7击败中田纳西州大学 美联社 迭哥 帕维亚投出220码 罗恩 地亚瓦苏在比赛中唯一的touchdown 新墨西哥以13比7击败了中田纳西 地亚瓦苏在第二节完成了一次80码的进攻 得到了一码touchdown 伊桑 阿尔伯特森踢进两个field goal 帮助Eggies获得胜利 尼古拉斯 瓦地亚托以178码传球码数 和一个touchdown领导了中田纳西队 美国B女孩Sunny Choi在泛美运动会上获得首枚霹雳舞金牌 成功晋级巴黎 美联社 美国霹雳舞者Grace Choi 一名Sunny 赢得了首枚泛美锦标赛霹雳舞金牌 这项运动将舞蹈和杂技相结合 她还成功晋级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这位34岁的选手表示 对于霹雳舞者来说 拥有一个好听的绰号是必须的 也是嘻哈文化的一部分 霹雳舞起源于大约50年前的美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她成为奥运会项目 镇上在第三节接管比赛 森林郎队以123比95击败爵士队 美联社 明尼苏达森林郎队在周六晚上 以123比95击败犹他爵士队 卡尔·安东尼·唐斯得到25分 其中15分来自第三节 安东尼·爱德华兹以31分领衔明尼苏达队 鲁迪·戈贝尔为爵士队贡献了11分和10个篮板 劳里·马尔卡宁以22分领衔爵士队 明尼苏达队投篮命中率为55.6% 而爵士队的投篮命中率为38.5% 明尼苏达队在前五场比赛中 有四场对手得分不足100分 并且目前将对手的投篮命中率 控制在NBA最佳的42.7% 西弗吉尼亚州在与BYU的比赛中 以37-7的比分取得胜利 对于Joheen White和C.J. Donaldson的强大冲刺表现 美联社 西弗吉尼亚大学以37-7击败BYU 获得了参加晚赛的资格 新生Joheen White冲刺了本赛季最高的146码 而C.J. Donaldson冲刺了102码 并取得了两个Touchdown 山地人对在主教练Neal Brown的带领下 累计了336码的冲刺码数 创下了最高纪录 BYU未能达到300码的进攻码数 并在三次进攻中失去了球权 西弗吉尼亚大学将在下周六对阵排名第10的俄克拉荷马大学 而BYU将主场迎战爱荷华州立大学 加巴利斯贡献五次处地得分 帮助塔尔顿州立大学以59-17击败斯蒂芬 F.奥斯汀大学 美联社 塔尔顿州立大学在周六晚上的一场大学橄榄球比赛中 以59-17击败了斯蒂芬 F.奥斯汀大学 塔尔顿州立大学的四分位维克多加巴利斯传球389码 完成四次处地得分并且还冲进了一次得分区 凯文 布里顿和达里乌斯 库珀各自完成了一次冲进得分 道森 赫恩和克里斯蒂安 道尔顿也为塔尔顿州立大学得分 斯蒂芬 F.奥斯汀大学在比赛中取得了208码的冲刺码 但是失去了他们的五次失球 塔尔顿州立大学最终以577码的总进攻码数结束了比赛 密歇根州要求大事联盟委员会在采取行动之前等待NCAA调查结果 美联社 密歇根大学校长圣塔 奥诺要求大事联盟在采取行动之前等待NCAA的偷看标志调查 结果 他表示必须遵循正当程序不能急于做出判断而牺牲教练 学生和项目的声誉和生计 NCAA正在调查密歇根大学 据称派人去对手比赛录制视频以解码他们的比赛信号 AP TOP 25 比赛总结 大12联盟分化周末 东南联盟成为全国生存与晋级的一天 美联社 在大学橄榄球的周六生存与竞技赛中 排名第一的乔治亚队 排名第三的俄亥俄州立大学队 排名第四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队 和排名第七的德克萨斯大学队 都必须努力争取胜利 乔治亚队显胜排名第十四的密苏里队 俄亥俄州立大学队在半场落后于拉特格斯队 但在第四节拉开了差距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队在与匹兹堡队的比赛中遇到了困难 德克萨斯大学队在领先二十分的情况下 需要加实赛才能击败堪萨斯州立大学队 另一方面 大十二联盟的最后一场床上战比赛中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队 击败了排名第十的俄克拉荷马大学队 这使得俄克拉荷马大学队的大十二联盟冠军 和大学橄榄球季后赛的希望破灭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队在二胜二负的开局后连胜五场 为主教练迈克 刚迪的球队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转变 与此同时 德克萨斯大学队在与堪萨斯州立大学队的比赛中遇到了困难 他们本可以利用他们的首发四分位 但他受伤了 自2009年以来 长脚牛队尚未赢得过大十二联盟冠军 但在今年输给俄克拉荷马大学之前 他们是夺冠的热门 尽管比赛困难 德克萨斯大学主教练史蒂夫·萨尔基西安在他的球员身上看到了冠军球队的品质 替补四分位特雷克斯勒·艾维帮助夏洛特队在17分落后的情况下发起反击 在加实赛中以33比26击败塔尔萨队 美联社 夏洛特49人队在加实赛中以33比26逆转土耳萨金色飓风队 克服了17分的落后 替补四分位特雷克斯勒·艾维在比赛结束前扔出一次触地得分传球 并在加实赛中跑进了一个触地得分 为夏洛特队赢得了胜利 49人队的防守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唐泰·巴尔福在加实赛中拦截了一次传球 确保了胜利 这场胜利使夏洛特队的总战绩提升到3胜6负 美国田径大会战绩为2胜3负 土耳萨队的总战绩将至3胜6负 会议战绩为1胜4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星期六度过愉快的时光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在南方卫理工会大学对阵莱斯大学的大学橄榄球比赛中 南方卫理工会大学以36比31击败莱斯大学普雷斯顿斯通表现出色 在LSU对阵阿拉巴马的比赛中 LSU四分为捷登 丹尼尔斯在遭受中击后离场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124比114击败布鲁克林兰网队 成为NBA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 东南路易斯安纳大学以38比24击败麦克尼斯大学 阿拉巴马队以42比28击败LSU队 加州戴维斯大学以37比23击败波特兰州立大学 密歇根大学以41比13击败普渡大学 新墨西哥州大学以13比7击败中田纳西州大学 塔尔顿州立大学以59比17击败斯蒂芬 F奥斯汀大学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是大学橄榄球比赛 南方卫理工会大学以36比31击败莱斯大学 普雷斯顿·斯通表现出色 这场比赛中 南方卫理工会大学一度落后 但他们通过斯通的出色表现逆转了局势 斯通不仅投掷了两次处地得分 还冲刺了81马 这场胜利对南方卫理工会大学来说非常重要 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信心和动力 在LSU对阵阿拉巴马的比赛中 LSU四分为捷登 丹尼尔斯在遭受重击后离场 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但丹尼尔斯的受伤队 LSU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希望他能够尽快康复 回到球场上 在NBA比赛中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 以124比114击败布鲁克林篮网队 成为NBA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 杰森、塔图姆以32分的表现领跑全队 成为NBA历史上第十年轻的球员 也是凯尔特人队历史上最年轻的球员 达到了1万分的里程碑 凯尔特人队在本赛季表现出色 场均得分最高 他们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在其他比赛中 东南路易斯安纳大学以38比24击败迈克尼斯大学 阿拉巴马队以42比28击败LSU队 加州戴维斯大学以37比23击败波特兰州立大学 这些比赛中的关键球员们都表现出色 帮助他们的球队取得了胜利 最后 我们要提到的是 这次泛美运动会上的霹雳舞比赛 美国霹雳舞者Grace Troy 赢得了首枚泛美锦标赛霹雳舞金牌 并成功晋级巴黎奥运会 霹雳舞是一项结合舞蹈和杂技的运动 虽然起源于美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它成为奥运会项目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比赛的结果和表现 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呢 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想法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在世界任何地方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但我们可以通过电邮 苟